如果你的口腔有異味 而且刷牙的时候会有点流血 可能要去检查有没有牙周病了 牙周病盛行率90% 那么10个人当中就9个人有 所以刘大哥你刚刚问了一个问题 真的是很怕 所以说这个伤机很大 发明一颗药 发明那颗药 或者是发明那个疫苗 让人家一劳永逸 这个是造福人类 到底有没有现在的治疗方法 像刘大哥说的 吃个药就可以让牙周病消灭掉 目前来讲是没有 没办法 对 因为我们一般治疗牙周病 搭配抗生素去使用 但是这个抗生素经过血液 它到达我们的患部的时候 其实这个浓度太低了 而且再来最主要是 那个牙周囊带形成之后 里面一定有这些结石 这些脏东西 你没有把它清掉之后 它这个细菌还是会在滋生 你暂时性的把它杀掉之后 它过几天还是会在滋生起来 了解 就变成整个垃圾堆要铲出 就对了才有办法 好 那淑海老师 营养方面有没有哪一些营养素 对于预防牙周病有帮助 对的确是有一些食物 因为一般来讲 像我们讲说牙周病的发生 当然就是你的强化牙齿 跟你的牙龈组织 所以你就往那个 什么可以让你的牙齿强固 让你的牙龈强固的食物 大概就可以有帮助 第二我们会想到是维生素C 因为维生素C跟胶原蛋白合成 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你只要维生素C摄取足够的话 你的牙龈的组织就会强壮 就可以减少牙菌半的侵死 所以这样当然就有强化的作用 合成牙龈的胶原蛋白 大家都说年纪越大 胶原蛋白越流失 牙龈的一样吗 也是 所以对老年人我们特别去提醒这个 你的蔬菜水果一定要多吃 这个正好插个话 我昨天营养门诊 来了三个 一个爷爷 两个奶奶 都是七八十岁 三个都有一个特征 全部都是糖尿病患 三个都有一个特征 全部三个都亚洲病 都跟我讲 他们血糖失控 其实我真的发觉 昨天有一个奶奶 她就把口罩戴 因为我们现在是戴口罩词询 她的拿下来给我 她下面整排只剩下两颗牙 各一颗 上面只剩下四颗牙 那这样子她平常 等于营养补充就很困难 对 问题就在这里 她就只能靠卵脂饮食 可是我们都知道 糖尿病患 你是卵脂饮食 反而血糖 对 所以她就变成 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里面你知道吗 所以我发觉 这样的问题就是变成 我都会跟她讲说 拜托 那你要不要先去 口箱先治疗 你能够有一口好牙 你吃到一些 比较强壮的食物 那你也许糖尿病 会控制得会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牙周病跟糖尿病之间 是有交互相关性的 对 好 那第二个 我们会怎么样去强化 我们的口腔 就是我们发觉 如果你有足够的 维生素B群 其实它会让你的口腔 去抑制 牙菌般的真正的能力 所以你要建议大家 而且因为他们说 维生素拼群会不走 因为当你本身 你的热量消耗 我们常常说 你动脑动越多 B群事实上消耗是很多的 因为跟着你的热量在消耗 所以当你的动脑或者是你的体力 消耗越多 是让你的B群需求量是越高 所以你饮食里面 有没有把它补回来 就会影响到你的口腔 强不强壮了 所以我们特地会提醒大家说 你就把维生素B群 比较富含维生素B群的食物 一些全骨类 或者是一些黄豆 坚果类 你就把它补回来 这样子你就可以强化你的口腔 另外一个我想提的是植化素 因为有很多植化素 包括所谓鹅茶素 含硫化鹅物 这些都可以抑制细菌的滋长 口腔的细菌 其实都有不同的论文 有这样的数据出来 所以我们就会鼓励大家 你只能预防牙周病 其实多吃蔬菜水果 各式各样的蔬菜水果 你可以把植化素吃进来 其实就有帮助 好 那王老师我就要来问你了 有没有料理可以帮助我们 如果正在牙周病治疗的过程 好像咀嚼更困难 可以帮助我们又吃得下又吃得营养 今天这道料理有修复黏膜的新 这个营养成分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蛤蜊蛤仔的丝瓜冬粉汤 很不错 两种都是海鲜 因为这个丝瓜也是当季 比较这个所谓的 这个在中医讲的 这个所谓的胃肝 杏凉 比较能够清热解毒 凉血 对不对 就比较消暑一点 也是有点消炎作用 当季又很便宜 现在两条30块 50块 好便宜 我今天准备一点冬粉 或者是你用一些 因为冬粉比较Q 比较软一点 或者是你用米粉 再一点用面条比较软的 丝瓜把它爆成像面条一样 OK 这样会比较好入口 首先我们刚才讲 所谓老师讲的那些营养素 我们可以入到我们食材 我们用一点高盖的虾米 这虾米我建议大家 因为你买回来的时候会有点腥味 其实没有很香 你要用干锅 就是没有加任何东西 没有油 没有水 稍微给它炒一下 香味才会出来 对 我们先稍微把它炒一下 因为锅子热了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爆香其他东西 但是先把这个炒一下 等一下你煮出来 它的味道会更好一点 淑伟老师刚提到 预防牙周病的营养素里面 也有钙跟鎂 是 因为基本上跟牙齿的组织 就最直接相关性了 所以基本上矿物质里面 我们都会建议你要多一点补充 所以钙鎂 鎮 其实这些都很重要 就像我们今天的鎮 是 我们今天里面的海鲜的部分 鲜跟味蕾的重组有关系 特别是因为你在牙周 已经是牙周炎的病人的时候 其实他真的没办法吃硬的东西 所以你只能找柔软的 又富含一些营养素的食物来攻击 对 好 我们这样锅热了 我们用一点油 我们就把我们其他的这些 比较香的食材 像一点姜丝 因为海鲜也比较凉 然后丝瓜也比较凉 所以加点姜进来 有点姜丝 治疗牙周病的时候 你会给你的病人什么建议 他应该到底要怎么吃 比较好一点点 基本上来讲就是刚刚说的 有帮助黏膜修复这一部分 我觉得B群跟C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东西也是软吗 对 东西也是软 因为有很多牙周病的病患 他其实牙齿已经有松动 咬会痛 对 如果你咬太硬的东西 他反而更加强它咬晃的力道了 反而会造成它破坏 所以还是以柔软为主 对 就是治疗过程 治疗过程就是柔软 OK 可是如果是正常的人 你要平常 事实上反而要吃一点 硬一点的 对 吃一点粗食 柔软师 你刚刚加进去的是 香菇水 我们干香菇把它泡这个 洗干净泡成香菇水当高汤 六年的高汤你就用高汤 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水 高汤把它煮滚对不对 我们有香气的这个虾米 再给它下来 主要是要把这个汤头 炒出这个香味来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 我们要的其他的食材 像这个蛤蜊给它放进去 把它煮开 先这里头有蛤蜊 然后也有这个鹅啊 鹅啊要等一下最后才放 才会鲜对不对 对 鹅啊 我前置就有用一点点泰白粉 把它稍微装一下 让它稍微稀 这个等一下会比它Q软一点 吃起来口感也更好 但因为牙口不好的人 其实这个蛤蜊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 开了之后把它剥下来 那鹅啊的话就不用 它很滑 直接可以吃 这个时候丝瓜来 就可以下来了 对 大量使用丝瓜 你把它爆成丝这样 因为家里在刷腔 有沒有 去皮做 刷腔 刷腔 这样这样子 这样就感觉很像面条一样 而且丝瓜本身也会再有一些 甜分也会再出水 所以这味道会很棒 所以老师 营养素里面还有佛 小朋友都说要涂佛 那到底食物里头也有含金 真的很少 不多 一般来讲 大概只有绿茶跟海藻里面才有 所以老师说我们会建议 我们不要喝什么含糖饮料 喝一点绿茶其实还对牙齿还不错 绿茶还蛮好喝的 其他的茶乌龙茶什么的 含量就没那么高 所以绿茶 所以要喝绿茶 对 跟海藻里面有 至于其他营养素 其实我还想提一个 就Omega 3脂肪酸 特别是已经发炎的患者 它本身就可以抗发炎 因为Omega 3脂肪酸 它是全身性的抗发炎的功效 所以善用这些好的油品 在喷调里面 其实是有帮助的 对 我们把这样煮滚 你看这个蛤蜊已经开了 自然的鲜味就会跑出来 我们就加一点油汤 这道真的是非常的台式 很香 很香 而且很容易入口 我们加一点盐巴 给它调味一下 因为蛤蜊本身吐出来 会有点咸味 我们就不用太多 加一点胡椒粉 一般如果口腔已经发炎很严重 我们这个胡椒粉的部分就不要那么多 它会比较刺激 刺激 因为海鲜类 我们用一点点米酒 一点点就可以 用太多 这样整个滚了起来之后 其实主要是把这个鲜味 煮到这个汤里面 这时候我们才下冬粉 冬粉你先泡过水了 对 冬粉用冷水 大概泡半个钟头以上 这样的话吸饱水 这样的话等一下才不会 汤汁一下子全部不见了 OK 我们就把它放进来 所以老师你觉得在这一道里面 有哪些营养素是非常棒的 刚刚有提到 维生素B 植化素等等 跟芯 跟芯 其实海芯类最主要是芯 除掉是芯 其实蛋白质也是优质蛋白质 所以本身 假设你要动手术 你组织要修复 你就是要靠这个蛋白质 所以它搭得很好 它是搭了低脂的蛋白质 对 本身丝瓜就是柔软的蔬菜 所以它有它的植化素在 可是它柔软的 一般来讲 有时候蔬菜里面太坚硬 它牙周病的患者 它是没有办法摄取的 所以病人要选择 它没适合它们 所以刚才王老师有讲 他说他本来想选芯仔 芯仔也很OK 芯仔也很软 芯仔也很软 所以这个季节 你就善用这种柔软的蔬菜 可以提供这些植化素 就可以强化你的 牙齦组织的能力 好 我们现在蚵仔放进来了 对 那我们冬粉 要去开始吸这些鲜美的汤 对不对 最后我们再把蚵仔 把它放在这上面 其实可以的话 因为这些食材已经都熟了 最后就是焖的话 让冬粉去把这些鲜味 全部都吸进来 那这样还有一个 它也会变得比较Q 软一点 这样的话 其实你吃这道 不需要什么用到牙齿了 直接用磚的 就可以了 因为丝瓜你抱成丝也煮完 也会非常非常的 就很软 软嫩 对 还一颗 所以王老师你这道料理 可以去赵郭翔 診所前面卖 手术的病人 手术一人顺便喝一碗 对 这个时候 赵医师就不用直牙 还有提到 我们像亚洲病的 剩益率有9成以上 18岁以上的成人在亚洲 听说亚洲病是全世界的冠军 我们在台湾的亚洲病得到的年龄层 是在下降是不是 没错 因为其实亚洲病 我们国人目前就是有 亚洲疾病的是9成的剩益率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要特别跟大家提醒 就是说 这里面有一成的人 就是罹患亚洲病的人 里面有一成 他是属于其他的方面的亚洲炎 像是早发性的亚洲炎 这个部分跟遗传基因 比较有关系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 叫做坏死性的亚洲炎 它是跟另外一种细菌 叫做缩状感菌 然后还有螺旋体有关系 但是这个比例比较少 大部分我们9成里面的 在9成的 这些亚洲病的患者 都是清洁不当 然后抽烟 然后熬夜 就是饮食习惯不好去造成 所以年龄一层真的在下降 因为大家生活习惯不好 OK 好 王老师 这个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已经都熟了 我们就加点葱花 最后撒一点点这个 小心 最后淋上一点点这个香油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一道 我们牙周病 牙齿卫生都可以保养的 这一道料理 这一锅充满满满海味的 丝瓜汤里面 吸饱了蚵仔跟蛤蜊的鲜甜 还有来自我们的丝瓜的鲜甜 双重的甜味 让这个冬粉薄薄的Juice 所以吃下去满口软嫩 让你的牙齦不再鬆痛 廣告之后还要来看 那么大家都知道 植牙贵沙沙 而且如果牙周病的治疗 其实一页是卖很贵的 而且有一种保险 居然可以保牙齿吗 到底它是不是在 原本的医疗险当中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江坤君医师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 订阅 加上开启小铃铛喔 就能及时收到我们的最新影片喔